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的Lex Tech 我是Lex 今天跟各位继续分享 Vivo X70系列的入门机种 就是这个Vivo X70啦 那它跟Pro之间是怎样选呢 是因为从配置上来看 它们两者好像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这段期间呢 我跟X70跟X70 Pro一起使用 其实呢我还是用得出那个差别 可能这句话呢是有点私心 但我是更加偏向于这一款Vivo X70的 那最主要它的那个给我的感觉呢 不是来自配置上的差异 那具体的那个详情呢 请听我继续娓娓道来吧 那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看那个机身的设计 宇宙黑的那款配色呢 我们已经看过了 是真的很美的 是一台就算你放在几年之后看 也不会过时的一个配色 今天我们来看就相对比较大胆 但是更加新鲜的配色 首先这款配色呢 官方是叫浮小黎光 Aurola Dawn 宇宙黑确实好像无底星空般 深不见底 但是我们只要稍微低下头看一看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这两机才会出现的激光 温柔的青和激进的蓝 犹如霓虹般流转变化 随着光线的变化也变得时蓝时绿 抓磨不定 那以特色来说 肯定它是称霸全场的 虽然这个配色是比较难驾驭 但是Vivo选择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融合的浅蓝色 作为电镀金属中框 还有模组的框架的配色 那它这一次也依旧换取比较平整的设计 加上平面的屏幕 握起来跟摸起来呢 都有种无铝云人比的契合度 所以它的做工呢 其实很紧凑 虽然是说比较平整的手感 但是它在屏幕的这个塑料中框呢 跟那个屏幕的保护框那边的衔接 做到很密很好 所以我觉得啦 是比上一代好拿很多的 就是你摸上去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隔阂感 加上也有很好的把重量控制在7.55毫米厚 还有182克重 所以我觉得就算你长期拿 也不会对手腕有太多的负担 镜头模组呢 是采用了这一次全形的云果设计 如果你用黑色去看的话呢 我看到的是内敛 但是如果这款配色看上去的话呢 我看到它的每个分件 每个字体 每个细节 都刻画得非常的有轮廓 然后再放一个菜籽小logo 做一点缀 这个设计呢 是非常好看的啦 那它这个指纹解锁呢 是依旧放到很下面 是可以让你很快 很好的去解锁的 虽然如此 但是这里呢 我真的是非常建议 你们一同登记这个脸部解锁 这样你就可以在绝大部分的场景 就是进行解锁 就是不需要一直依赖指纹解锁 而且即使你在戴口罩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进行非常准确的那个扫描 并且解锁 所以这里的体验呢 真的是非常的一气呵成 虽然说它是Vivo X10系列 里面的入门款 或者是基本款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在影像系统方面的配置呢 它也是很有诚意的 是我觉得最好的卖点之一 首先它搭载了这个40MP的微云台主镜头 12MP的人像镜头 还有12MP的广角微距镜头 那在这个三镜头组合来说呢 是算使用派的 是稳打稳扎的类型 加上这次蔡司的提心镀膜光学镜头的加持下 可以说它是全方位提升我们日常 随手易拍的照片的质感 这次为一样 直接用普通模式按下快门直接输出 其实算法过程基本上呢 我是不需要等的都是秒拍 透过样张我们可以看得出它很好地捕捉眼线的两层美景 也可以很好地保留了纯镜的画质 超广角镜头对极变的处理也做得很有诚意 基本上边角的细节呢会呈现比较自然的画面 而且算法是很接近那个主镜头的 人像模式方面 再一次突破玩法 总共有4种超级经典的菜式镜头包给你选择 每个滤镜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散景 还有米扇源 就看个人所好吧 不过老实说我还是最爱的就是它这个ZEI SPIATA 4K 60fps的录影画质 我觉得大致上跟Pro版差不多 因为这一次的升级是那个微云台的镜头 所以整体的成像质量呢 仅仅靠普通防抖已经是做到很强了 它的每个细节都抓到很有质感 加上它的算法呢就是不会太过分的那种 所以你就算要后期自己调试 还是直接用它给的滤镜呢也很简单也很容易 这样如果你还是真的很需要更加稳定的这个防抖呢 去应付你那个场景和拍摄 那相信它的Ultra Stable呢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且就算你高速移动那个镜头呢 也不会就是飘移或是偏离太大的幅度 只是需要的是需要把那个画质降低去1080V 60fps 但是我觉得这么稳定的话呢是很值得的 夜拍方面的成像质量呢其实基本上都会令你满意的 先说它的稳定性 这一次全新微运太3.0的加持下可以保证大幅度降低那个弧片的概率 这就让那个夜景的照片有了很强大的基础 然后也把那个特地定制的IMX766V大抵传感器所赐 它的进光量也很充足 所以可以保证在暗部细节可以得到很好的保留 而且它这一次那个T型镀膜呢也正是让你跟杂商官跟鬼影say goodbye啦 所以实现了在任何的场景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光条件的光源都实现了非常惊艳的照片 而且这一次的夜景模式呢算法也进步了很多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场景呢都可以应付的 如果你要在一些玩法上来延伸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自带的滤镜也很好玩 你只需要负责就选滤镜吧 剩下的调色问题呢系统都会帮你自动搞定的 那上次我忘记说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相信各位应该很有兴趣 就是它这个全景夜景啊 比起上一代呢它这次有很好的优化了大部分机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天空的处理 这样就使那个样长变得更的自然了 那在4K60fps的录影下呢 其实它视频质量不会很差 而且也因为大底传感器的关系 它很好的提升了那个夜景的亮度 从而提升画质的细腻度 但是如果你说在那个太暗的环境下呢 还是会有点为难它 这时候极夜视频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 一开画面就能亮起来 它不是单单靠那个拉高那个亮度而实现的 是透过非常复杂的软体算法去做到的 单靠这个也是不行 也是需要为云台长期保持那个稳定的画质 才可以实现那么清晰的画面的 自拍镜头搭载了32MP的人像镜头 那上次我打开化妆功能呢 是直接让我的样子翻车的 像这一次我们保险点 玩下的美颜跟三景虚化就好了 其实整体的质感呢是很强的 加上它还有一些比较粉嫩的滤镜 我相信可以很好的征服小姐姐们啊 录影方面它也很好玩 背景虚化跟美颜的功能都有 最高支持1080p 30fps的画质 来点简单的Vlog 记录生活还是记录自己都可以完美驾驭的 至于在屏幕方面的素质呢 它是跟Pro版搭载了一样的 6.56寸的E5 AMOLED屏幕 但是差别就在于它的屏幕是平面的 这样平面屏幕啦 虽然是没有讲来的曲面就是好跟舒服 或者看起来比较高级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你打游戏的时候呢 是完全不用担心误触之外 它的保护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X70的原因 那屏幕的色准调校跟色彩表现的很优异 基本上跟Pro版呢是大同小异的 亮度在户外看也很足够很清晰 即使面对阳光照射在你的脸上 阳光照射在你的脸上 你还是可以很好的在太阳底下进行非常流畅 非常顺畅的一个操作 而且最主要可以惊艳到用户的呢 还是Funtouch OS的流畅度 Widges啊 还有一些高刷屏幕互相融合的化学反应 所以说真的 这一段期间用这个系统呢 真的是用到蛮舒服的 从推出到进入后台 还是各个操作呢 都是死板顺滑的 没有卡点也没有滞留感 加上还有力度比较偏几种的线性马达大辅助 我相信你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体验 将HDR10 Plus的Hi-Res的认证和加入 也表示了在影音娱乐上 也有一定的层次跟沉浸感 加上它的屏幕边框呢 也是算窄的 打孔也很小 所以平时如果你要放松 要看Netflix啊 还是Disney Hotstar 这样子啊 都是蛮有沉浸感和享受的 像我之前在Vlog的垂水站看到很多人会问啊 就是老师说 那个4400毫安时的电池呢 会不会够用 这样这里呢 其实你们不用太担心的 首先各位先别嫌弃来自联法科的那个天气1200 其实它的综合实力呢 还是很强的 它首先呢 在控制续航方面呢 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热舱的APP 不会有太过夸张还是离谱的掉电 加上如果呢 你有开它这个自动调节刷新率的话呢 它这个效果更是锦上添花 第二就是它的待机部分 一般来说44W 平时你要充满一个小时之内呢 都可以settle的 而且就算你晚上充满啦 就第二天看回去呢 也大概才跌1%这样子的电量 第三就是对于后台APP管理呢 它也是做得很不错 就算你是前几年开过的APP 很大部分它都是开得回的 而且会留在你最后开在的那个页面 加上还有12GB的RAM 还有4GB的内存融合技术 还有UFS 3.1打辅助 这样子的话呢 热舱的使用你完全是压根不用担心的 那至于游戏方面的成果 我很满意 刚刚我也讲了 平面平时不用担心误出的问题 所以打刺激这一类的游戏的 那个操作体验是很爽 加上它的一个屏幕边缘呢 做工衔接它很自然 所以就算你长期打游戏来说呢 也是一个加分点 加上它这个线性马达在刺激的震动体验呢 得到非常大的发挥 所以相信啊 这是游戏爱好者的首要考虑 另外在原生方面 极限画质60帧疯狂输出下 它也可以维持到非常好的发挥 例如你平时跑下地图啊 找下素材啊 打下遗迹都可以很顺 此外你就算要在这一段期间 开放就是一技能跟大招呢 它都可以顺顺的打回出去 完全是没有难度 而且完了30分钟 电量还掉了8%跟维持 在那个44的温度这样子 所以还可以做到的是 技能保持稳定输出的同时 可以把那个温度呢 稳稳的压在 不会太过热的一个表现方面 在我看来呢 其实X70 Pro跟X70 最大的差别是 首先在手感方面 是看你比较喜欢圆润易拿的那个手感 还是平坦舒适的这个握持体验 拍摄方面呢 两者其实都很强 都很接近 所以你不需要特地去比对一下 到底哪一个真的真的是更加强样子 如果是一些专业人士 白领还是小姐姐们 喜欢IG打卡 喜欢有沿着手机 这样我非常是建议X70 Pro的 那如果你是那种想打游戏 同时也爱拍拍照 那用手机也会比较粗鲁的 那X70呢 绝对是你在找这个手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多几天呢 我就会给你们介绍 就是跟他们一起推出的 Vivoque第一款 真无限蓝合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 komable设计 我们下一个比赛icht 美女 给她致厥的